西游开始 我亲爱的孩子,又到了睡觉的时间。 你今天晚上想听听另一个故事吗? 你还记得昨天晚上我讲的太宗皇帝? 他去了地狱,然后又回到了他生活的土地上。 当他在地狱的时候,遇到了一群恶鬼, 他同意帮助那些鬼,让他们能进入转轮葬,再一次出生。 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为恶鬼们做了一场水陆大会。 太宗请了长安城里所有的和尚来到宫殿, 请大臣们在和尚中选出一个人来举行水陆大会。 大臣们谈了以后,来到太宗面前说, 陛下,我们选了一个和尚来举行水陆大会。 您应该已经认识他了。 在前一次的生命中,他是佛祖的学生。 他没有听佛祖的话,所以他只能有很多痛苦。 他的爸爸,一个状元,被一个强盗杀死。 他的妈妈是丞相的美丽女儿。 在这个年轻和尚出生的时候, 他遇到了很大的危险。 他的妈妈把他放进河里, 他飘在水面上。 最后,他到了金山寺。 他在那里住了十八年。 然后,他知道了他出生时候的故事。 他请他的外公为他的爸爸报仇。 外公的军队杀死了那个强盗。 陛下给了这个年轻的和尚一个工作。 但是,和尚选了学习。 在那次生命中,他的名字叫金蝉。 他年轻的时候被叫做江流。 你知道,他现在的名字叫玄藏。 太宗皇帝要他去举行水陆大会。 大会举行了四十九天。 有一千二百名和尚参加了大会。 在举行水陆大会的时候, 佛祖观音正在长安的一座小庙里。 他正在找人去西方把佛法带回中国。 当他听说, 太宗皇帝选了玄藏去做水陆大会。 他决定选这位年轻和尚, 去西方。 所以,观音变成了一个很丑的老和尚。 他走到街道上, 喊道, 我要卖绣花僧衣和拐杖, 只要七千斤。 就在这个时候, 丞相骑着马到了那里。 他喜欢僧衣和拐杖。 他认出了观音是佛祖。 所以, 他带着观音去见太宗皇帝。 太宗看着僧衣和拐杖问观音, 这两件东西这么贵, 你为什么要卖这么多钱? 观音回答说, 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另一件这样的僧衣了。 它是仙女和小仙女们用冰蚕丝做成的。 它带着天上的光, 照亮了人间, 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穿这件僧衣。 如果您是一个好人, 您可以穿, 没有人会伤害您。 您不会在地狱里有痛苦。 但是, 如果您不是一个好人, 您都不用想他, 您一定看不见这件僧衣。 那么拐杖呢? 太宗问。 啊, 这根拐杖, 它有九个铜和铁做的孤。 它越过天门, 打坏过地狱的门。 它的上面不会带有地上的土。 如果您拿着它, 您不会变老。 它会把您这位圣僧带上山顶。 太好了。 太宗哭了。 我要买这两件东西, 把它们送给玄奘。 如果这个小和尚是一个好人, 那么我就不会拿你的钱。 请把僧衣和拐杖送给他吧。 就在太宗还想和他说话的时候, 观音已经把僧衣和拐杖给了太宗, 离开了宫殿, 回到长安城的庙里。 太宗叫玄奘来宫礼, 给了他僧衣和拐杖。 你准备好取西方了吗? 太宗问。 玄奘鞠躬回答说, 虽然这个无用的和尚不聪明, 但是他愿意做牛做马。 我会把佛的智慧带回来, 让我们的帝国变强大, 而且一直强大下去。 太宗让玄奘站直了, 对他说, 如果你准备好了西游, 不害怕, 我就会是你的兄弟。 然后, 太宗向玄奘鞠躬四次, 叫玄奘为弟弟, 圣僧。 玄奘说, 陛下, 我这个无用的和尚, 不可以得到您给的这么大的荣誉, 但是, 我会去西方, 带回佛的智慧。 如果我不能完成这次西游, 我死了也不会回来的。 我会掉进地狱里, 一直在那里。 玄奘回到庙里以后, 对和尚们说, 我的兄弟们, 等我。 看着庙附近的树, 如果它的树枝向着东方, 你们就知道, 我很快就会回来。 如果七年以后, 树枝不向着东方, 那么, 你们就知道, 我不会回来了。 第二天早上, 皇帝的大臣们写了一份文书, 同意玄奘去唐国的每一个地方。 太宗把这份文书给了玄奘, 还给了他一匹漂亮的马, 一个金色的要饭的碗, 还有两个仆人在他去西方的路上帮助他。 他们一起走到城门口, 太宗拿起两个杯子, 一杯给玄奘, 问, 你小时候叫江流, 你现在的名字是玄奘, 但是你有小名吗? 玄奘回答说, 这个无用的和尚已经离开了他自己的家, 他没有小名。 观音祖师昨天说, 三个房间里有你想要找的书, 请用他做你的小名, 叫你自己三葬吧, 现在跟我一起喝酒。 对不起,陛下, 现在叫三葬的玄奘说, 但是和尚是不能喝酒的, 从出生到现在, 我都没喝过酒。 太宗回答说, 我的兄弟, 今天不是其他的时候, 这次西游很特别, 请喝了这一杯带有我美好心愿的酒。 三葬只能同意, 他拿起酒杯, 但是在他要喝酒的时候, 皇帝抓起一把土, 放一点点在酒里。 三葬不明白, 他只是看着杯子里的土, 然后看着太宗。 亲爱的弟弟, 太宗说, 你要去多久, 我希望三年以后回来。 年月很长, 山高路远, 记住, 跟其他国家的万千金子比, 你一定要更爱家里的这一把土。 这时, 三葬明白了, 他再一次感谢皇帝, 喝了酒, 然后他骑着马和两个仆人走出了门。 太宗回了宫殿, 三葬和仆人向西走了好几天。 有一天, 他们到了一个庙里。 三葬和庙里的和尚们坐在一起谈佛法。 到了晚上, 和尚们给三葬和他的仆人做了素食, 准备了睡觉的地方。 第二天, 他们离开了, 又走了几天。 他们到了拱州城, 在那里住了一晚。 几天以后, 他们到了河州, 在唐国西边的边界。 他们在那里的一座庙里休息。 当四更鸡叫的时候, 三葬起床了, 天还很黑, 但是明亮的月亮在天上, 地上都是霜。 他们在月光下走了几里路, 路上的情况非常不好, 他们只能离开大陆, 走在树林中。 突然, 他们掉进了一个深洞里, 然后听到有人大声喊, 抓住他们! 抓住他们! 五十个妖怪抓住三葬和他的仆人, 把他们从洞里拉出来。 三葬抬头看到一个可怕的妖怪坐在宝座上。 他很大, 他的眼睛像雷电, 他的声音像雷声, 他的牙太大了, 长到了嘴外面, 像很多把长刀。 妖怪王喊道, 把他们捆起来, 用他们做晚饭吧!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妖怪跑到妖怪王的身边, 说, 熊山主和牛尹氏来了! 熊山主和牛尹氏那两个非常高大的人走了进来。 妖怪王笑了, 说, 你们好! 两位先生今天好吗? 我很好, 我没有什么事。 熊山主说, 我只是经过这里。 牛尹氏接着说, 就在这个时候, 三葬的一个仆人开始大哭, 因为他被绳子捆得太紧了。 熊山主看着他, 这三个人看起来很好吃。 他对妖怪王说, 但是我们不要把所有的东西一起吃掉, 我们现在吃两个, 另一个留着, 早饭的时候吃。 妖怪王同意了, 他们杀了两个仆人, 把他们吃了。 三葬害怕得要死。 三个妖怪晚上都在吃、 喝、 说话。 早上很早的时候, 熊山主和牛尹氏 感谢了妖怪王的晚饭, 就走了。 妖怪王感到很累, 就去睡觉了。 红红的太阳爬上了天, 三葬一个人在那里, 但是没有办法动, 因为他还是被绳子捆着。 突然, 突然来了一位老人, 手里拿着一根拐杖, 他走到三葬面前, 向他挥了一下拐杖, 绳子都掉了下来, 三葬倒在地上说, 谢谢你帮了我这个无用的和尚。 起来! 老人回答说, 你少了什么东西? 我少了两个仆人。 昨天晚上, 我们掉进了一个洞, 被妖怪王和他的两个朋友, 熊山主和牛尹氏, 还有很多妖怪抓住, 他们把我的仆人当晚饭吃了。 我不知道我的马和行李在哪里。 那里不就是你的马吗? 老人用他的拐杖指着问道。 三葬看了看, 认出了他的马和他的行李。 他走到马的旁边, 把他的行李放在马上。 他对老人说, 告诉我, 这是什么地方? 这些坏人是谁? 你在鬼怪经的地方? 老人回答, 那个妖怪王其实是老虎精, 熊山主是熊精, 牛尹氏是牛精, 妖怪们都是山精、树精和动物精。 因为你性子干净, 他们不能吃你, 现在跟着我, 我会带你离开这里。 他们一起走回到了路上, 三葬转身感谢老人, 就在这个时候, 一阵清风吹过来, 老人身体飞了起来, 骑上一只红顶白鹤飞走了。 在他飞走的时候, 一张纸掉在地上, 三葬拿起来读道, 我是太白金星, 是来帮助你的, 以后还会有人帮助你。 记住, 如果你有麻烦, 那不是上天给你的。 三葬向天鞠躬, 感谢太白金星的帮助, 然后他骑上那匹很累的马, 一起慢慢向西走去。 他们在森林里看到一些动物, 但是没有其他的人, 就他们自己, 很冷, 很累, 很饿。 这一天, 他们一直在走。 下午晚些时候, 三葬看到鹿的前面, 突然有两只很大的老虎。 三葬还看到在他的后面, 有两条很大的蛇。 在他的左边, 有更多的动物。 在他的右边, 是妖怪。 三葬知道, 他不能打赢所有这些生物。 他的马又因为太累了, 不能站着, 倒在地上。 三葬知道, 他会死在那里。 但是, 突然所有的生物都跑了。 三葬看到一个很高大的人, 在路上向他走来。 那个人手里拿着一把钢叉, 腰上带着弓箭。 大王, 帮帮我吧。 三葬跪在路上喊道, 不要害怕。 那个高大的人回答, 我生活在这山里, 我叫薄青, 我正在找东西吃, 我希望我没有让你感到害怕。 这个无用的和尚, 是唐国皇帝陛下送去西方找佛法的。 我的四周都是老虎和其他的动物, 我想我会被杀死, 但是动物们看到你以后都跑了, 谢谢。 是的, 动物们认识我, 所以他们怕我。 如果你是唐国皇帝送来的, 那你就是这里的人, 因为这里还是唐帝国的地方, 你和我都是同一个国家的人, 跟我来, 你可以把你的马放在我家, 明天早上你可以继续去西方。 他们一起走在路上, 突然听到了风的声音。 别动! 薄青说, 附近有一只山猫, 我会把他带回家, 我们可以有很好吃的晚饭。 薄青向前走去, 手里拿着钢叉, 大老虎叫着向他跑过来。 薄青高高地拿起钢叉, 向着老虎也是大叫, 三脏倒在地上, 两只手放在头上, 害怕极了。 薄青和老虎打了两个多小时, 老虎开始累了, 薄青杀死了他。 薄青抓住死老虎的耳朵, 拉着他一起走在路上。 三脏说, 你真是山神啊! 他们到了一个小山村, 这个山村里有白色的房子, 不宽的街道, 和小和尚的几座石桥。 那里有许多大树, 清风吹过街道, 黄色的秋叶掉在地上, 白云游走在远山中。 他们进了薄青的家, 薄青把老虎扔在地上, 喊道, 孩子们, 你们在哪里? 房子里面出来二位女人和四位很丑的仆人。 薄青向三藏介绍说, 这是我的妈妈, 这是我的妻子, 这些是我的仆人。 然后, 薄青对他的妈妈说, 妈妈, 这位是太宗皇帝送去西方把佛法带回唐国的僧人。 您的儿子刚才在山上遇到了他, 因为我们都是唐帝国的人, 我就请他今天晚上留在我们的家里休息。 欢迎你来我们的家。 薄青的妈妈说, 你来的正是好时候, 明天是我丈夫死去一年, 你能不能为我们念佛? 三藏同意了, 他和薄青还有薄青的妻子和妈妈一起喝茶。 不久, 仆人拿来了做好的老虎肉。 哦, 亲爱的, 三藏说, 很对不起, 我不能吃你们做的好吃的东西。 从出生到现在, 我一直是一个和尚, 没有吃过肉。 薄青想了一会儿, 好吧, 很多年来, 这个家一直是吃肉生活的, 我们家里没有素食, 而且我们的锅子、盘子这么多年来也是用来放肉的。 我必须要请你原谅, 我不知道怎么给你素食。 这不是问题。 三藏回答说, 我可以几天不吃东西, 对我来说, 不吃东西比吃肉更好, 请慢用你们的晚饭。 啊, 请不要说了。 薄青的妈妈叫道, 你是我们的客人, 我们当然不会让你留在这里, 不给你一些你可以吃的东西, 我会为你准备素食。 然后, 他和薄青的妻子一起走进了厨房, 他们用火烧锅子, 一直到所有的油都被火烧掉, 然后, 他们把锅子洗了一次又一次, 然后把它放在火上, 加水、树叶、菜和米饭, 做成素食汤。 请吃这个。 薄青的妈妈对三藏说, 这是我们做过的最干净的饭菜。 三藏吃了素食汤, 薄青走进另一个房间, 吃了一大碗老虎肉、 蛇肉和鹿肉。 晚饭后, 三藏和薄青在外面走路, 他们坐在花园里说了一会儿话。 当他们坐在那里的时候, 几只鹿走了过去。 三藏说, 这些鹿不怕你, 在你们长安城里, 人们会放很多钱, 用来面对可能出现的难事。 在乡村, 人们的家里会放很多食物, 也是一样的意思。 在这里, 我们会留下这些动物。 那天晚上, 薄青爸爸的灵魂 来到了薄青的梦中, 也来到了薄青的妈妈和妻子的梦中。 在每一个梦里, 薄青的爸爸都这样说, 过去的一年为了我活着的时候做过的所有事情, 我只能在地狱里很痛苦。 阎罗王不让我离开那里, 但是圣僧念佛已经把所有的都变了。 现在, 阎罗王要把我送到中国很有钱的地方, 在那里, 我会再一次出生在一个有钱的家里。 你们都要感谢圣僧, 要照顾他。 早上, 薄青家里的所有人都去见三藏, 一次又一次地感谢三藏, 帮助了他们死去的爸爸。 他们要给三藏钱, 但是三藏只是对薄青说, 我不能拿你的钱, 但是我想请你和我一起再走一段路, 好吗? 所以那天, 薄青、三藏和几个仆人继续走路, 向西走过美丽的群山。 几个小时以后, 他们来到了一座特别大的山里, 他们爬到一半。 薄青不走了, 说, 圣僧, 请你自己继续吧, 我不能再走过去了, 这座山有两个边界, 东边是大唐帝国, 西边是达达, 我不能越过边界, 你必须自己过去。 三藏很不高兴, 他请薄青不要变主意, 就在这个时候, 像雷声一样大的一个声音在山下喊道, 我的师父来了, 我的师父来了。 薄青和三藏都怕了, 但是仆人笑了, 说, 一定是山下石乡里的老猴在喊。 薄青点了点头, 说, 是的, 你说得对, 一定是他。 那个老猴是谁? 三藏问, 这是一个非常老的故事。 薄青说, 因为唐皇帝拿下了这个地方, 所以这座山被叫做两界山, 但在这以前, 它被叫做五指山。 听说几百年以前, 这座山从天上掉下来, 里面有一只猴子, 这只猴子不怕热, 不怕冷, 是长生不老的。 他被地球上的神关着, 他饿的时候给他吃铁球, 口渴的时候给他喝铜水, 我们不需要害怕, 我们下山去看看。 三藏同意了, 他们走回山下, 很快找到了一个石箱, 石箱里面是一只猴子, 那个猴子当然就是孙悟空, 他已经在石箱里住了五百年了, 他现在很不干净, 从头到脚都是土和草。 孙悟空的头从石箱里出来, 他非常生气地挥了挥手, 喊道, 师父, 师父, 你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才来? 欢迎, 欢迎, 请让我离开这里, 我会在去西方的路上保护你的。 三藏没有动, 但是伯青马上走到猴子身边, 拿掉他脸上的一些草和土, 问, 现在我可以看见你了, 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我没有什么话要对你说。 孙悟空冷冷地说, 但是请我师父到我这里来, 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他。 三藏走了过来, 你要问什么问题? 他问, 东方的大地叫你去西方找佛法是吗? 是的。 我是孙悟空, 齐天大圣, 五百年以前, 我在天宫找了很多麻烦, 所以佛祖把我放进了这个石箱。 最近我遇到了佛祖观音, 那时他正在找一位圣僧去西方, 我让他帮我, 他要我听佛的话, 保护圣僧。 他说, 如果我那样做了, 我会没有事的, 所以我一直在等着你来, 让我在旅途中保护你, 让我成为你的徒弟。 三藏说, 我很高兴你做我的徒弟, 但是我怎么才能让你从这个石箱里出来呢? 孙悟空说, 这座山的山顶上, 有佛祖写的字牌, 去那里拿起那字牌, 我就可以出来了。 三藏和伯青爬上了高山顶, 站在上面, 他们可以看到四百里的每个方向, 千万条金色的光, 从一块很大很大的石头上发出, 石头上有一个带有金字, O Mani Pa Me Me Hum的小字牌, 三藏在石头前跪下, 他闭上眼睛, 对佛祖说, 你让你的徒弟去找佛法, 如果你想让这只猴子来帮助我, 成为我的徒弟, 那么让我拿起字牌, 但是如果他只是一个想要伤害我的冷血妖怪, 那么不要让我拿起字牌。 然后他用手去拿字牌, 字牌很容易就被拿起来了, 马上有一阵风吹来, 把字牌从三藏的手中吹了下来。 他听到一个声音说, 我是大声的保护人, 今天他在石箱里的时间已经结束了, 我的工作已经完成了, 现在我要把这个字牌还给佛祖。 三藏和伯卿下了山, 回到了石箱那里。 他们对孙悟空说, 字牌已经被拿起来了, 你现在可以出来了。 孙悟空高兴地说, 谢谢师父, 现在请离这里远一些, 这样我就可以出来, 不要害怕。 三藏和伯卿走到五里远的地方, 但是猴子喊道, 再走,再走。 他们一直走, 一直到离开了那座山。 他们听到雷声那样大的声音, 就像这座山被砍成两半。 突然只见那猴子站在三藏面前, 身上没有一件衣服。 他跪了下来, 喊道, 师父, 我出来了。 他向三藏四次鞠躬, 然后他转身对伯卿说, 谢谢哥哥帮助我的师父来到这里, 还谢谢你拿掉我脸上的土和草。 然后他开始去准备三藏的行礼, 伯卿向三藏和孙悟空说了再见后, 就回家了。 三藏骑着马, 孙悟空拿着行礼, 他们开始向西走去。 他们经过两界山以后, 又见一只老虎站在路上。 三藏又害怕了, 但孙悟空说, 不用担心, 师父, 这只老虎是来给我送衣服的。 孙悟空从他的耳朵里拿出一根小针, 那根小针很快变成一根长长的铁棒, 就像一只饭碗一样粗。 他对三藏说, 师父, 这是我的金箍棒, 这五百年来, 我没有用过它, 我想它需要一些锻炼了。 然后, 他走到老虎身边, 挥起金箍棒, 打在他的头, 老虎马上就被打死了。 然后, 他从自己头上拿了一些头发, 吹了口气, 头发变成了长刀, 孙悟空用刀把老虎的皮分了出来。 太大了。 他对自己说, 所以他用刀把皮分成两块, 他把一块皮包在腰上, 把另一块皮放进行李。 我们走吧, 师父。 他说, 我们遇到住家的时候, 我就可以把老虎皮做成好看的衣服。 三藏看到孙悟空这么快, 这么容易, 就把老虎杀死了, 还在害怕。 那铁棒是什么? 他问, 师父, 这是金箍棒, 世界上找不到跟这个一样的东西了。 我在很久以前就有了它, 那个时候, 我还在天上和人间找麻烦, 我不会再找麻烦了, 但是这根棒还在我这里, 就像你看到的, 它非常有用。 时间已经不早了, 太阳下山的时候, 很多很多云在天上, 鸟儿在群山中唱歌, 飞进森林过夜, 动物们开始走回他们自己的家。 月亮爬上了天, 千万颗星星的光照在 三藏和他的新徒弟的身上。 师父, 孙悟空说, 已经很晚了, 我们快走吧, 前面树林里应该有一幢房子, 我们今天晚上可以住在那里。 树林里有一幢房子, 他们来到了门前, 三藏拍了门, 一位老人打开了门, 他看了一下孙悟空, 一只腰上包着老虎皮的不干净的猴子, 他哭了, 他非常害怕。 不要害怕, 我的老朋友。 三藏说, 他不是鬼, 他是我的徒弟。 那人又看了看孙悟空, 然后看着三藏说, 你是谁, 为什么把这个妖怪带到我家? 我只是唐国的一个无用的和尚, 去西方找佛法, 时间已经不早了, 所以我们来到了你美丽的家, 请让我们在这里过夜吧, 我们不会给你带来麻烦的。 我们明天早上很早就会离开这里, 那么老人说, 你可能是个唐人, 但是你身边的这个妖怪一定不是唐人。 孙悟空说, 老人, 你的头上没有眼睛吗? 我当然不是唐人, 我是这位圣僧的徒弟, 我还是齐天大圣。 我们以前见过面, 你不认识我了吗? 我不认识你。 老人回答, 你见过我, 你年轻的时候, 你常常经过我家附近, 我住在两个山中间的一个石箱里, 你现在认识我了吗? 老人认真看了看孙悟空。 是的, 我现在认出你了, 我小的时候见过你, 但是你脸上有土和草。 我记得我爷爷告诉过我一个很老很老的关于这座从天上掉下来的山的故事。 他说, 里面有一只神奇的猴子被放在一个石箱里, 但那是几百年以前的事了, 我不明白你现在怎么还活着, 但是没关系, 我们来吃东西吧。 老人准备了好吃的素食, 吃完饭以后, 孙悟空说, 老人, 我五百年没有洗澡了, 请烧一些热水, 让我和我的师父洗个澡。 师父和徒弟两个人洗了热水澡, 然后孙悟空戒了针, 用老虎皮做了衣服, 这样他就可以穿得舒服些, 然后老人把他们带到睡觉的地方。 第二天早饭以后, 三藏和孙悟空离开了老人的家, 向西走去。 天气很冷, 天上有一些云, 看上去要下雪, 当他们走在路上的时候, 六个人在他们面前突然跳了出来, 所有的人都拿着长刀, 站住, 和尚! 他们中的一个人哭叫着, 把你们的马和行李给我们, 我们会让你们走, 如果你们要打我们, 那你们就会死的。 三藏很害怕, 倒在地上, 但是孙悟空只是笑笑说, 师父, 别担心, 这六位先生, 想要在这里, 为我们的旅途送一些衣服和一些钱。 你没听到吗? 他们想杀了我们。 三藏喊道, 别担心, 师父, 让老猴子面对这事吧。 他对那六个人说, 先生们, 很对不起, 我不认识你们, 请告诉我你们的名字。 你不认识我们? 你这个笨猴子, 我们很有名的。 他们中的一个人说, 我是眼看喜, 那边几个是耳听怒, 鼻闻爱, 舌肠丝, 心知欲, 和身本忧。 三藏马上明白, 这些人不是普通的人, 他们真的是六种不同的身体感觉。 他们很难觉悟, 他把这些告诉了孙悟空。 孙悟空只是说, 师父, 我只看到六个强盗。 然后他对强盗们说, 告诉我, 你们从别人那里 拿了什么, 这样我们就可以 拿我们需要的东西。 如果你们那样做了, 你们会活到明天的。 六个人中的每一个人听到了孙悟空说的话, 但是每个人的感觉都不一样, 有喜, 有怒, 有爱, 有爱, 有欲, 有忧。 但是, 他们都用刀砍孙悟空, 想要杀死他。 他们用刀把孙悟空的头打了七八十次。 孙悟空只是站在那里, 什么都不做。 这个猴子的头像一块石头。 他们中的一个强盗说, 我的朋友。 孙悟空回答说, 你们一定都累了, 现在是时候拿出我的针去锻炼一下了。 什么, 你是针灸师吗? 一个强盗问, 孙悟空从他的耳朵里拿出一根针, 很快变到一根大棒。 现在让我试试这根棒。 他喊道, 六个强盗看到这根棒后, 都想要逃跑。 但是孙悟空跟着他们, 把他们都杀了。 然后, 他看着三藏, 笑着说, 好了, 我的师父, 我们现在可以走了, 强盗都死了。 三藏很不高兴, 你为什么那样做? 他问, 那些人是强盗, 但你不用杀死他们, 你应该让他们离开。 如果你这样容易地去杀人, 你怎么能成为一名和尚呢? 和尚是很小心地 不去伤害每一个生物的。 孙悟空说, 师父, 如果我不杀死他们, 他们会杀了你的。 我是一个和尚, 我就是死也不要杀人。 如果我死了, 只死了一个人, 但是你已经让六个人都死了, 那太不好了。 当我还是花果山上的猴王的时候, 我不知道杀了多少人, 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在山下住五百年。 你在天上人间找了很大的麻烦, 但是现在你必须在山上的猴王的时候, 但是现在你是个和尚, 你不能再做这些事了。 孙悟空的心里都是火, 那你以为我是不能当和尚了? 那么我离开, 不会再回来了。 他跳了起来往东飞去, 三藏没有办法, 他很伤心地带着他的马, 自己一个人开始向西走。 他走了几里路, 看到一位年纪大的女人站在路中, 他拿着一件丝衣和一顶绣花帽子。 你从哪里来? 那个女人问。 三藏鞠躬说, 你的孩子是唐皇帝送往西方去找佛法的, 然后把佛法带回东方。 西方的佛祖住在印度的大雷音寺里, 离这里有十万八千里路, 你自己一个人, 怎么可能走到那里呢? 三藏不高兴地说, 啊, 我本来是有一个徒弟来帮助我的, 但是他是一个找麻烦的人, 他已经走了。 我可以帮你, 请拿着这件丝衣和这顶帽子, 让我教你一个神奇的魔语, 叫做定心真语。 记住这个魔语里的每一个字, 不要告诉别人, 当你再一次看到你徒弟的时候, 给他撕衣和帽子, 如果他给你找麻烦, 你就轻轻地对你自己说魔语, 你的徒弟就一定会听你的话。 说完这话以后, 那个女人就向上飞起来, 往东走了。 三藏认出那个女人是观音, 他再一次帮助了她。 他抓起一点土, 向东方扔去, 然后鞠躬, 说了感谢的话。 他向西走去, 他一边走, 一边练习, 定心真语。 孙悟空怎么样了呢? 他用金斗云飞远了, 去见了一位老朋友, 东海的龙王。 龙王从王宫里出来欢迎孙悟空, 他说, 你好, 我的老朋友, 我很高兴看到你不住在山下了, 你有没有回到花果山的洞里, 再一次成为猴王呢? 还是你又去天宫里找麻烦了? 我想回家。 孙悟空回答说, 但是我遇到了佛祖大师观音, 他要让我成为佛徒, 帮助唐僧找一些圣书。 好啊, 但是你为什么会在东方不去西方呢? 孙悟空笑着说, 啊, 那个唐僧对这个世界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在路上遇到了一些强盗, 他们给了我们一点小麻烦, 所以我当然杀了他们。 你觉得那个和尚会很高兴吧? 但是, 不, 他骂我, 说我做错事了, 老猴子不会留下来听那些话的, 所以我把他留在那里, 我正要回花果山呢, 但是我决定先来看看你喝点茶。 龙王什么也没有说, 两个人安静地坐着喝茶, 过了一会儿, 龙王说, 以前有一个叫黄的圣人和一个叫张的年轻人, 有一天他们两个坐在一座桥上, 黄的一只鞋掉在了下面的河里, 张马上把鞋子从河里拿出来给了黄, 黄什么也没有说, 但是又把鞋扔进了河里, 张又把它拿回来给了黄, 第三次黄把鞋扔进河里, 第三次张把鞋还给了他, 每一次张都没有生气, 他只是坐, 所以黄让张成为他的学生, 几年以后张觉悟了。 龙王继续说, 我的朋友, 如果你不回去帮助唐僧, 听他的话, 那你就不是一个真的神仙, 你一直都不会觉悟, 不要让现在的叔父来决定你要怎么做。 孙悟空安静地坐了很久, 然后他跳了起来, 说, 别说了, 我要回到唐僧那里。 他用金斗云回到了三藏那里。 他看到那个和尚坐在路边, 他说, 师父, 你为什么坐在那里? 三藏说, 你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 对你来说, 一点点的时间里飞几千里路很容易, 但是, 我只是一个无用的和尚, 我只能走路, 我害怕往前走, 也害怕往后走, 所以, 我只能在这里等着你。 孙悟空没有接三藏的话, 他只是说, 师父, 你饿吗? 是的, 我的行李里有一些水果。 孙悟空打开行李拿了水果, 他看到了漂亮的丝衣和绣花帽。 你从东方带来这些东西? 他问, 哦, 那些旧东西。 是的, 我年轻的时候穿的, 如果你喜欢, 你可以穿。 当三藏看到孙悟空身上的丝衣和头上的帽子, 马上说了那个魔语。 孙悟空双手抓住了自己的头, 哭喊着, 啊, 头疼, 头疼。 他倒在地上, 他抬起头, 师父, 你对我做了魔法了吗? 现在, 你会听我的话吗? 三藏问, 是的, 我会的。 孙悟空回答, 但是他心里很不愿意。 当三藏不说魔语了, 孙悟空马上就把小小的金箍棒从耳朵里拿出来, 把它变成了一个大武器, 在三藏的头上挥了一下。 三藏很快走开, 又说了三次魔语。 孙悟空扔掉棒, 又倒在地, 抱着头, 你这坏猴子。 三藏喊道, 那个时候, 你走了, 我自己一个人在这里, 后来观音来了, 他希望你成为我的徒弟, 帮助我吸油, 但是他知道你不会听我的, 所以他给了我这件丝衣和这顶帽子, 他教了我这个魔语, 现在你会听我的吗? 孙悟空没有办法, 他跪下说, 师父, 我没有其他的办法, 我会听你的, 跟着你到西方去, 我不会想再离开你了, 但是你不能把这个魔语当成一个游戏来和我玩。 好的, 三藏说, 我们继续走吧。 他站起来, 把衣服上的土拍掉, 孙悟空拿起行李, 他们又继续他们的西游。 和我说您是否会要做的是最后玻璃是一种, 法律的西游, 是的是最后玻璃是一种地道、 真的很玻璃很松,